飯袋 這個像日的這個東西啊 就是 上下不要長 一样的 你可以先写长的那一个 那我们不妨先写这个来看看 第一贴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就要注意哦 你这个 这个就不能拉得太下面 这一块 好 贴完以后先直才向左 向左之前先提高 提高向左以后按压 这个圣 我们先写中间这一个 你看哦 其实哦 我这个笔在向右走的时候 我这个没有花太多力气 仿佛这支笔 这个笔嘛我不太拉的动量 我慢慢鼓掌啦 我就拜托他你跟我走这样子 那种感觉 这样就会形成射笔 那你如果提的很高 然后他走起来很轻松 他就不会走射笔 听懂哦 所以为什么要打那个笔方给你听 听懂哦 好 提贴完以后 提向中间 好 拐向左边 然后按按按按按按 一样的道理都不会 它不需要你花太多力气去按压它 这时候呢 我先把中间这个画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呢 上去完了以后 向左弯进来 我中间呢 写长一点 好 分两段没关系停了 那你要注意它这个是在这一块地方做厌尾 不要到最下面